台东县获得教育部101年度教育优先区计划 以及县府经费补助交通不便地区的学校交通车 有昌冰箱张员国小、北南乡富山国小 9月27日上午11点在县府广场 由县长黄建廷主持交车典礼 教育部中部办公室驻区都学李戴华 教育处长林辉煌 受赠学校张员国小校长壮显荣 富山国小校长李基兴等人参加 受赠学校张员国小的小朋友脸上挂着满满的笑容 献上热情的原住民舞蹈 非常开心有新小车的加入 今天可以由两部新车来提供给 我们两个学校的孩子来使用 一个是当场张员国小 另外一个就是要当 原来的富山国小部员分校的 小朋友将来可以到马马南国小来救我 怎么样把孩子的学习的品质来定乘 这个永远都是我们永远的最高的目标 相信小朋友未来上学更安全 可以更出事可以更快乐的来学习 我的求学方式是坐校车坐20分钟 经过蜿蜒的山路才能抵达张员国小来上学 以前的校车就救了 然后有些人都没有位置 感谢教育部对于台东偏远地区学校学童受教权益的重视 台东县政府也会将经费用在教育上 让学生们在安全快乐的环境下读书成长 开心上学平安回家 台东县政府专题报道